白色轎车来到路口 车上下来四五名男子 装心被害人撞见 吓得赶紧拔腿狂奔 越过大马路逃到对街 但这群恶煞可没想让男子逃 紧追在后死咬被害人 将他当街强压上车 民众警戒吓得赶紧报案 有人在喊说就是脏话 然后叫那个人不要跑 就是说害羞 两个人在这 走很快的 走哪里走啊 我们又关起来啊 被害男子在热闹大街 当街遭强压 警方巡线追查发现 双方关系不单纯 疑似车手的张姓被害人 私吞了林姓和陈姓男子 七十万元的赃款才会被压走 九号一早 林姓主贤和陈姓范贤 两人先在宜兰租车 下午载到树林 将张姓被害人强压上车 沿路逃到宜兰一处废弃的农舍 将人软禁在里头 林虐殴打 警方巡线 时后凌晨将被害人救出 逮捕其中三名扼杀 在车上有殴打之后啊 又带到了附近的一处民宅 那经本分局漏夜 前往宜兰埋伏啊 顺利的把被害人救出 疑似因为黑吃黑吞掉七十万 遭同伙压走林虐 信号警方及时以车追人 救出被害人 后续还将进一步追查源头和其他再逃共犯 记者刘世伟梅凯婷新北市采访报道